请问我们延华的水务运维管理平台有哪些成功的应用案例呢? 我们现在的应用平台已经导入到桃园北区水资源中心 桃园北区水资源中心在导入前 其实遇到了设备以及运维管理相关的问题 那因为他们已经使用了SKEDA系统 但是系统虽然即时呈现设备的状态 但是没有办法让他们去反查设备过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就加上就是他们一些运维的资料是储存在另外一个资料库 那两者的资料库是不互相通的 所以他们在做管理的部分有一些困难 那又加上就是水务的整个工作上 其实电费是他们最大的成本 那所以他们想要增加他们收益 他们就必须降低电费 那因此就是我们针对他这些问题呢 去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那就我们就帮他们导入我们的运维管理平台 那我们平台是具有高度的兼容性 支援就是多种的通讯界面 去做一个资料的解接 那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架在他既有的系统上 那去接接他既有的资料库跟SKEDA系统 他就可以在不更坏任何设备的情况下升级 那我们在整个架架上呢 我们是提供他一个仪标板的功能服务 那另外也提供他就是现场这些设备的管理服务 那另外我们就将他所有的资讯做一个可视化的呈现 那也帮他做一个历史资料的追溯的这个功能 那另外我们整个系统就是已经导入他整个水处理的过程 所以他可以从仪表板上直接看到他想要看的参数 那最后就是这整个功能是有助于帮他做一个有效的管理 好的那我们谢谢苏产品经理的介绍